加州仍然面临着干旱 圣盖博谷水利局为了鼓励市民将草坪换成耐旱的植物 开始在附近的地区投资节水美化校园的计划 而蒙特利公园市的Macy初中的耐旱花园也宣布完工了 圣盖博谷水利局董事长黄太平 蒙市市长陈赞兴等等出席了花园落成的剪彩仪式 浩资5万元花了两年时间落成的抗耐旱花园 由盛盖博谷水利局投资完成 水利局董事黄太平指出 加州仍然面临干旱 希望花园能作为示范 鼓励市民节约用水要从花园绿地做起 这是一个很棒的方法 是为了学生的方法 帮助他们保护水 而是一个示范 他们可以在其他学校的地区 他们可以拿这些项目 然后开始使用它 在其他学校、商业、父母、家 根据水利局董事梁赵青指出 今年虽然有肾阴现象缓解 但加州干旱已经进入第五年 一个肾阴现象无法解决干旱问题 因此 节别用水应该变成大家的日常习惯 据了解 居民用水大部分是用在户外 约占百分之八十 室内用水只有百分之二十 因此种植耐旱植物是省水的第一步 黄太平指出 花园内大部分耐旱植物 都能在一般家庭装饰用品店 例如是Home Depot内找到 天下卫视记者李浩成采访报道